93岁的日本艺术家草菅民生跟精品LV合作打造系列商品 睽睽十年再度合作 让法国巴黎的旗舰店整栋大楼都充满了原点 顶部还有草菅民生巨型人像的雕塑 为香榭丽社大道注入了活泼的气氛 而LV大手笔的也改装了全球几个大城市的旗舰店 从美国纽约 英国伦敦到日本东京的快闪店 都有他们的特色橱窗 还打造草菅民生的仿真机器人 对经过的民众微笑 他会拿起画笔在玻璃上彩绘经典的波卡原点 让民众直呼超像本身 嘴角微微一笑 转转画笔创造一个个波卡原点 顶着招牌刘海红发 但仔细一看这可不是真人 而是日本当代艺术大师草菅民生的仿真机器人 近期在纽约第五大道出没 吸引民众驻足为观 现年93岁的草菅民生 和精品品牌路易威登合作 推出最新年名系列商品 睽違十年再度擦出了火花 LV大手笔让原点在世界各大城市遍地开花 各地的草菅民生造型别具特色走不同色系路线 像日本东京元素的快闪电是黑黄霜色设计十足缤纷 吸引不少民众特地到橱窗前拍照 伦敦的草菅民生则顶着艳红假发向游客挑眉微笑 法国巴黎的LV旗舰店更将这栋 1912年建造的古典风格大楼贴上波卡原点 还有剧情的草菅民生人像雕塑趴在屋顶上 拉近一看原来他正在为外墙增填装饰 在草菅民生的世界里宇宙万物都是波卡原点 他在十岁那年画了一幅女孩穿着和服的作品 被泡泡般的原点包围 这就是草菅民生的生活写照 曾说过自己从小常在独处时产生幻觉 除了缤纷原点还有无限蔓延的花卉 爆炸性的色彩冲击加上无限循环的原点延伸 让草菅民生成为现今世上最著名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目前在香港Mplus博物馆的专门展览 有近两百件作品是日本之外亚洲最大型的一次展出 从他最著名的南瓜雕塑到各项画作 以及镜中的原点无限延伸 这场个人展就像摊开草菅民生的艺术生涯 从他16岁时的绘画到近期才刚完成的作品应有尽有 还能漫步走过他1976年的软雕塑 神经的死亡 透过草菅民生的视角解读这个世界 作品仍在不断进化 其实是草菅民生心酸的一面 现年93岁的他饱受心理疾病所苦 从1970年代末期就自愿住进精神疗养院 坚持每天创作作为自我的治疗 揭露自己和心理疾病的拉锯对抗 但也呈现出人生美好的一面 草菅民生表示 他将持续用画笔传递爱和和平 熬过新冠疫情的香港 也期盼着新的一年 借由原点女王的力量为香港观光注入心血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全部讲解一下 全新的情合 kingdom HayCR 保佑 诞